我是邵家俊 我剛剛接住周庭 大家報告一下危機是怎樣的 我是佔中九支案裏面是其中一個 我介紹一下佔中九支案給大家認識 知道一下 在決策運動之後 現在政府接下來會告九個人 第一是戴耀婷 第二是陳建文 第三是朱曉明 第四是陳淑莊 第五是我邵家俊 第六是張秀賢 第七是鍾耀華 第八是李永達 而第九是黃浩明 我們 我問你們是D八 D八是黃浩明 因為他那時候是坐最尾 因為他那時候是在監仓裏面被解出來的 所以他要坐最尾 D八是黃浩明 D九是李永達 大部分我們都會被告是關於什麼 關於公眾狀況 試或他人參與公眾狀況 或者是試或他人參與公眾狀況 九月十七號 我們會有個預審 即是再處理一下文件的問題 真正審訊 是十一月的十九號 至十二月的十四號 整整二十六日 即是說法庭已經鎖了二十六日去審起一宗案 預算一定會審得完 我們也有七個準備 這二十六日我們是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 都應該會審訊完結 完結了之後 可能會叫法官需要時間寫判子 接著要過一兩個月之後 會宣布那個結果 宣布完之後 如果罪成的話 就馬上就要 可能要收監 這條罪要收監的話 我們都不會覺得 是輕過三個月的了 即是說 DQ議員 會由六個變為 很有機會 由六個變為八個 即是說除了梁仲恆 由魏貞 還有羅冠聰 姚聰 毛哥 和小麗之外 還可能會有陳述中的迷惑 這個就是大家要關注的情況 我們就 跟律師團在聽 當然裏面的內容我們不會透露 但我跟大家說 我們已經是 大家在看那些案情 看那些有關的 有關的證據 我們自己在預備著一些內容 我們想說 我們無論前面這個檢控是多麼困難 或是多麼簡單都好 我們都會很扭手精神 全力以赴去應付 未來的檢控 只要有結果 如果有結果之後 那個結果 對社會來說 對議會來說 對民間社會來說 有什麼影響呢 還有對國際社會來說 有什麼關注呢 這裏都是希望大家 一齊出聲 一齊關注的 我相信 同時 都會有很多 在我們的團體裏面 在很多的信息裏面 都會提到這件事 我又很恨請大家 我們進去抗爭 進去全力以赴的同時 亦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請大家 請大家 就是做一句 我們平時會說的話 我們平時每一次 遇到有人被打壓 我們都會說一句 就是什麼呢 我們不會被他沽身上路 我們相信 今次這件事 你們都不會被我們沽身上路 多謝大家